第3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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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接著介紹 串列通訊中段的部分 我們會介紹這個中段 的程式怎麼去做設計 在這個部分 我們會開始介紹 這個串列通訊中段 那在8051裡面 我們串列通訊 的部分主要傳送 跟接收的部分 那TI這個我們之前 介紹過他就是當我們 串列通訊這個 port傳送完資料以後 這個bit會變成1 那變成1代表 說我們現在 sbuffer可以再 寫入另外一個 資料可以繼續做傳送 那如果這個bit不是1 的話就代表現在還沒有 傳完所以還不能把 資料再寫進去 那另外一個是ri這個起標 就receive interloper 那這個是當我們串列 pool接收到一筆 資料以後 那這個bit就會變成1 那我們通常是這個bit變成1 我們就要去把資料讀進來 不然資料就可能會 再被蓋掉會不見 那在這裡 8051他只有一個 中段給串列通訊用 那也就是說 不管你是傳送的中段 或是接收的中段 那最後呢他會像右邊這個 all gate一樣 這兩個中段不管是 ti發聲還是ri發聲 他都會跳到 同一個中段向量位置 也就是0023h 所以在8051裡面呢 只有0023h 這個中段向量會給串列通訊用 那也就是說 當我們 跳到這個中段服務程式之後 我們要自己寫程式去判斷 現在是ti變成1 還是ri變成1 才會造成這個中段 所以在這裡我們 isr 就是中段服務程式就要自己判斷 是ti或是ri造成中段 那接下來我們看這個 串列通訊中段的範例 在這個程式我們希望 可以寫一個 程式可以從port1 讀進來 資料然後把它送到port2 那port1 讀進來的資料除了送到port2以外 我們也希望讀進來的資料 可以送一份到那個串列鋪 那可以做串列資料的傳輸 那在這裡我們假設 crystal是11.059MHz 那我們包ray希望射成9600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裡面一樣 我們可以把程式的 記憶體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ORG0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 串列的中段線量的位置 23H這個位置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我們 組成釋放的地方 那當我們的 reset reset完之後 我們會跳到我們 組成式去做一些初始化的設定 那這邊是把port1 設成input 然後我們設定那個 timer1 因為我們這邊會用到串列鋪 所以我們要設定那個 timer1 來當我們的包ray產生器 然後這邊我們設定 我們包ray的在9600 然後在這裡設定串列鋪的工作模式 是傳送八位元資料的一個模式 同時我們把接收這邊有打開 然後再來這一行就是我們把 串列鋪的中段打開 所以我們這邊是設 100100 100100 那這個就是把串列鋪的中段打開 然後再來我們開始 time1開始計數 那 剛剛講的這邊組成式會有一個回圈 那這回圈就是一直把port1讀進來 送到sbuffer 那送到sbuffer就是把它從串列鋪的tX那邊 會把訊號送出去 那這邊就是這個回圈一直把port1讀進來 送到port2 然後再順便送到sbuffer 那當我們傳送完一筆資料以後 它會發生中段 那中段它會跳到0023h 那剛剛0023h 如果的下面我們有放一行 會jump到c3的這個地方 所以當我們的sbuffer這邊傳完 就是ti變成1的時候 會跳到這個中段服務程式 那這個中段服務程式 我們把它放在記憶體的200h這個地方開始 那在這裡我們 就是會先去判斷ti是0還是1 也就是說我們去判斷是ti發生中段還是ri發生中段 那如果這邊ti等於1的話 那它就會跳到這裡 就把ti在這邊的話 就是ti跟ri要自己用程式自己去把它清掉 你如果沒有清掉它就會繼續發生中段 所以如果ti等於1的話 代表是傳送完畢的中段 那這裡就要把ti清掉 然後用ri、ti回到組程式 那如果ti是0的話 它就會執行它的下一行 那下一行就代表是 因為ti不是1 所以就代表是ri是1 那ri是1就代表它有接收到一筆資料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會把 收到的資料放到某一個暫存器 那這邊就是看我們的程式要求要做什麼 那這裡其實是沒有特別要求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讀進來 然後清掉ri 然後就回到組程式 那這裡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要在ri、ti 就在中段服務程式裡面 我們在ri、ti之前 我們要把ti跟ri的起標要清掉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 在8051裡面只有一個中段 給傳送跟接收共有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必須手動的去 在isr裡面去清除這兩個起標 那在這裡我們看一下 8051的一些中段起標的位元 在外部中段int0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有一個起標 就i10 那int1的起標就是i1 那time0的產生中段的起標就是tf0 那time1就是tf1 那串列poo的部分有兩個 一個是ti、一個是ri 那底下這個是time2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個 串列通訊跟計時中段 同時存在的一個範例 那在這裡的話 就代表我們同時會用到 串列通訊的中段跟計時的中段 那這個程式的功能就是我們 一樣會去接收串列的資料 然後接收到以後要把它 傳到port0 然後同時我們會把port1的資料讀進來 然後傳到串列poo 那剛剛以上兩個是串列通訊的功能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會用time0 去產生一個5kHz的方波 然後從p2.1這一隻腳送出去 那我們的crystal是11.059MHz Bowray是射程4800 那這個是我們的程式 那在程式裡面這裡就會有四個位置 一個是0000h 然後再來是000bh 那000bh就是那個time0的中段線量的位置 那我們也把time0的中段服務程式 直接放在這個下面 那第三個部分是0023h 那這個是串列poo的中段向量的位置 也就是當串列通訊產生中段就會跳到這個地方 那這裡我們用一個jump指令 再把它引導到它的中段服務程式 那第四個部分是0030h 那這裡是放我們主程式的地方 所以reset以後我們會先跳到主程式去做設定 那主程式裡面我們會先把port1設成輸入 然後接下來就是設定timer的部分 我們要設定那個bowray 還有設定那個5kHz方波的一個計時的周期 那設定完之後我們就會把ie這個地方 我們會做設定 那這個設定就是要把串列通訊的中段跟time0的中段同時打開 然後就開始計數 那當計時器產生中段以後 我們就會跳到000bh去做cpl這個指令 那這裡就是一直把p2.1這一隻腳做反向 那就會產生一個方波 然後回到中段的地方 然後如果沒有中段的時候 這邊就是會一直去把port1讀進來 送到sbuffer 那當我們資料傳送完之後 我們一樣會產生中段 那產生串列通訊中段就會跳到這裡來執行 那進去一樣會先判斷是ti的中段還是ri的中段 那如果是ti中段就會把ti清掉 然後回到主程式 那如果是ri的中段就是我們有接收到一筆資料以後 我們會把sbuffer資料讀進來 然後送到port0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剛剛程式的要求 那送到port0之後就是一樣把ri清掉 然後再回到中段的地方 那我們第三個部分已經介紹完 串列中段的部分 串列通訊中段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第四個部分會開始介紹 8051的C語言程式 就是怎麼去控制中段這個部分 怎麼去控制中段這個部分 Oriental部分 都會幫我們